大家想著6月都不加息了 Pause 應該沒事了 但是現在的狀況就告訴你 似乎它是不是會 第一不是保持這個息口就不加下去了 是還有這些 Wildcard 可能會再上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現在的狀況 大家覺得就是看美金的對手方 主要是看英國和歐洲 歐洲是最大的 但歐洲保持住還願意加息 但問題是要看它加多少 如果它已經連續加13口息 如果它再加的話 譬如ECB要加到可能4厘留上 這樣的話才對美金會有些影響 令到它可能會弱了一些 但是還在現在這個水平的話 其實息差仍然是很大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美金不是特別弱的話 對香港 即是中國的影響就會很大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本來有一個美金偏軟的預期 叫做回落 因為大家覺得可能歐洲會加息 然後美元也不是很特別 很強的情況下 人民幣已經是現在的水平 如果美金再強一點怎麼辦 舉個例子 例如現在美匯指數假定上105-106 在樓上 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的 如果去到這種情況 假定去到105-106這些水位的話 其實對人民幣就可能會有一個相當危險的影響 舉個例子 會不會試到 例如說可能試到7.5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當作Porto 我們拍攝圖來講 港股以至你見 就算現在A股也是 都會不會保持這些手勢 所以其實是會有些害怕的 在這個位置我會傾向有些害怕 就是要看第三季 究竟中國官方會不會真的比較認真些出招 如果它不認真出招 沒有什麼特別 又覺得都沒事 我們都是繼續約服鬚 如果是這樣 有些機會真的要 當人民幣又散 然後港股繼續再回 其實接下來這個項目 其實穿晚八就是一個很判定的項目 因為晚八會是 剛才剛才說的 就是這一轉 如果港股要保持到第三季 大家覺得 都可能有些弱服鬚也好 或者有些憧憬救市 甚至憧憬中美關係 其實在布林安芳華之後不是太差 其實這些位置的關鍵都是馬八的 如果你馬八是守不住下去的話 其實很合理 大家就會想對上那一轉 我們再看看對上那一轉 其實從哪裡來呢? 就是一萬四千多 那就可能是一個很大廈的路途 這就是有需要擔心 如果真的說港股股市的話 那就是整個第三季要留意的事